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說一個搶妹子的故事 這天女主角開著車來接她那個 今天剛出獄的老公 然後準備回家見兒子 但兒子什麼的才不重要咧 他們夫妻倆一年多沒交配了 現在就像沾了彼此的鼻孔 和大小失蹤的手指 都迫不及待想跟對方來個親密接觸啊 於是女主角將車子靠在三間路邊 馬上跟男主角交了起來 但很快的他們就結束了 然後愉悅的繼續開車上路 害森林中從沒曝光過的神秘猿人 大魔王很不爽啊 我褲子才剛脫都還沒爽到你們就結束了 真是上盡天涼啊可惡 看來我只能親自抓女主角來爽了 於是他丟出一具吃剩的人類屍體 讓男女主角的車撞 嚇得他們趕快停車走過來查看屍體 發現此人死撞 慘到又打馬賽克啊 女主角看出事了 就跑來要打電話叫警察和救護車來支援 此時躲在叢林裡的大魔王 就開始丟石頭還丟得很準 他以前可是打直棒的啊 保證五顆石頭內就能精準擊中男主角的頭 看男主角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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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被打飛滾進叢林滑下山坡 飛出斷崖摔入水中 啊女主角跑很快 他以前是奧運賽跑選手 所以來看到這狀況 就也飛下斷崖跳入水中的舊男主角 然後抱著他經過一陣 哎呀哎呀哎呀的翻江掏爛後 終於將他拖到岸邊 然後瘋狂的捶打他的小胸胸 啊雖然女主角忘了人工呼吸怎麼做 但無所謂 反正當你哭著捶打別人的小胸胸時 對方一定會復活 這個國恩老師教過的 所以男主角就醒了過來 另一邊大魔王將男女主角的車推進叢林 不讓別人知道有人在這不見了 在撿走他沒吃完的食物 準備去叢林裡追女主角囉 接著男女主角上岸生火脫衣擁抱取暖 因為他們剛剛掉入水中很冷嘛 兩人就這樣抱到天黑 然後你該不會以為又要交配吧 人都快死啦還交什麼配啊 他們是睡到天亮 但女主角一張眼就發現 他昨天掛在樹上曬乾的衣服不見了 而去探路的男主角回來後表示 他沒拿哦 並把自己的上衣給女主角穿 和女主角感動的決定先來小個遍 還偷走女主角衣服的大魔王很興奮 他最喜歡摸女孩子的尿了 他是尿控啊 之後男女主角就開始到處找路 想要回到馬路上 啊大魔王則是很淫蕩的各種尾隨在後面 各種躲在小樹枝後面觀察女主角各種假裝自己是石頭偷看女主角 很快的男女主角遇到了叢林裡的本地獵人團 於是男主角就先上來求援 但獵人團對他這個坐過牢的外地人很不友善啊 一直調戲他 大魔王也趁機跳出來偷剪躲在一旁的女主角的頭髮調戲他 大魔王除了是尿控還是髮控啊 他喜歡蒐集女孩子的頭髮 嚇得女主角以為有鬼的跑出來跟男主角求救 啊獵人團看到 有一三不整的美女跑出來 總算興奮的明白男女主角真的需要被幫助 而獵人團的隊長男表示 願意帶他們去獵人團停車的地方 然後開車載他們離開 接著男女主角穿上獵人團給的衣服跟著他們移動 害躲在一旁的大魔王很不開心啊 他覺得女主角剛剛穿那樣比較好看 所以他對於很多次的獵人團很不爽一不爽他就想殺人 所以他就趁獵人團的陪伴男陪小便男來小便時 先以劍射歪陪伴男的脖子 大魔王可是劍術高手後翼都沒他準 然後他再把小玩片的小便男也射到樹上 再走來插爆他的頭 再來大魔王射劍偷襲獵人團的倒霉男插爆他的嘴 嚇得獵人團的緊張男緊張的拿槍亂射大魔王 但大魔王竟然用很俏皮的方式 逃給緊張男瞄準 並故意經過獵人團的明目男和男主角前面 害緊張男一個緊張的 不小心射倒了明目男跟男主角 害明目男死不明目啊 害男主角只是昏迷而已啦 槍沒那麼容易射死人的 然後大魔王一個小碎步就衝過來 一刀割死了緊張男 而女主角跟獵人團的嘴巴男則是躲了起來以為安全 但大魔王聞雞尋人隨便跑來就把嘴巴男抓起來 掰開他的嘴 並開始追殺逃跑的女主角 嗨嗨小妞你逃不掉的 看我一個小賤賤半倒你再把你抓起來 扛回去順便把嘴巴男的頭踩爆 在當著你的面前殺死這個可能還沒死的男主角 但大魔王還沒動手 獵人團的隊長男就埋伏在一旁很久的跳出來開槍 射中大魔王的手 但沒什麼屁用啊 大魔王馬上衝來 將他抓起來用口臭臭昏他 然後就忘了殺男主角的 帶著女主角跟隊長男 回他的山洞小窩 那回來要幹嘛呢 當然是要保暖私盈獄啊 於是他先把隊長男切來吃吃飽後 再把女主角壓在地上 撕裂他衣服喔喔 不是吧 畫編劇那麼重口味喔 反正煽動太暗了 我們只看得出女主角露出慷慨就義的痛苦表情 畫面就跳來 男主角這裡 他被從林裡的拾荒者女巫老太婆撿回小木屋 開始進行身體改造喔 不對 只是身體治療而已 這個女巫是附近一帶的 天生臉不殘缺 是獨居老人 應該是個普通人類啦 不曉得 因為男主角天亮醒來後 收到女巫通知 來探望他的本地警長男 沒多做解釋 說女巫老太婆是幹嘛的 只跟他解釋了 女巫已經用占星術和聽音變位得之來龍去賣 就是男人勝你沒死 然後女人被大魔王抓去山洞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救女主角 GOGOGO 去未開發的叢林救人 只需要兩個人就夠了 放心 山不再高有鬼則名 人不再多有高手則行 然後警長男就被又聽到有人入侵叢林的大魔王 衝來給哎呀呀哎呀呀呀的打爛了 那女主角看大魔王忽然跑出山洞 也趁機用國文老師教過的鐵杵磨成繡花針 將他手上的繩子磨斷 並傳起周圍一堆死人的衣服拿起他們的槍 跑來剛剛警長男死掉時大喊救命的地方 準備跟大魔王做決鬥 而也聽到警長男死掉時大喊救命 因此跑來查看的男主角就這樣 跟女主角重逢了 可惜人是以全非 接著男女主角拿著槍碰碰碰的射擊大魔王 結果發現他都射不死啊 媽的 所以兩人只好改成逃跑 但大魔王會輕功啊追超快 所以男主角決定犧牲自己的說 你可以留下來斷後嗎 喔不是男主角是說他留下來拿命斷後 叫女主角自己先逃 害女主角感動的用很充裕的時間先拿舌頭 狂甩男主角嘴唇甩完拆桃 那女主角一走 大魔王就追上來開始跟男主角決鬥 兩人一路從天上打到地下 從中間打到旁邊 終於大魔王將男主角壓倒在地 並大吼一聲的說 魔王就是廢話多啊 然後他就被逮到空檔的男主角 撿起路過的小刺刺刺死了 但男主角還沒開心兩秒 他就被更多的大魔王用劍射死了 他到死都沒搞懂編劇 為什麼要這樣對他啊 那麼多隻大魔王真的不公平啦 不過至少還是有點好消息的 就是女主角終於逃出叢林 回到馬路上 希望有人路過能救他 故事就結束了 看完這個故事 我們明白這是一個宣導片 宣導不要在山裡車陣 就算要車陣也不可以太快結束 不然後果很可怕的啊 咳咳